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球结肌也就是在往前 往前动作要小 因为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把球挡回对方 所以准备动作拍面拿起来立起来 拉拍拍面斜着拍面仰起来对着来球的方向 倾斜角度拍面一定要高于你的击球点 也就是说最快的速度你要判断这个球来的高低高中低 球高的话你的拍面要仰起更高高于你的击球点 中间拍面稍微仰起来一点点 比球拍面要打开 因为你的拍面低于你的网子 所以你要让这个球很有效的过往 中间这个位置 高球下来 切记你的拉拍不可以太靠后 因为你要用最快的速度去拦住这个球 结束动作 结束动作不可以甩出去 因为你要让这个球很有效的落地 所以动作要小和准 包括往前 往前其实它是最容易的一项动作 但是呢也是最容易失误的一项动作 所以往球你要更专注 还有就是往前 球来球速度太快 所以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 结束 往前拉拍 这个时候要用到肘的力道 你的肘的力道一定要卡在这里 让你的拍面停在这个你的侧面 你的脸部的侧面这个位置 切记不要拉到这边来 太大了 你要挡住它 就像一面墙一样 你的拍面就像一面墙 挡在这里 错误动作是这样子 这是不对的 往往 切记不要扬起来 这样球过去的话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 所以你的拍面一定要高于你的击球点 把球 截击下来 让球落到对方的网子 是没有任何弹跳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篮网技术 篮网如何自己练习 手里拿球 抛起 转身抛起 下 转身抛起 下 转身抛起 下 浓身抛起 3 5 4 9 9 10 金 1 感谢观看